刘国梁正式看走眼了 周启豪五局比赛爆冷出局 而且无缘下半区去争夺奖牌了 直冬赛当中的黑马冠军选手真的难堪大用 刘国梁本次是不是要仿石的呢 谈到这里之前 欢迎大家给咱们的视频长按一下点赞 首先咱们要聊到第一点 周启豪他在面对着40岁波尔这名选手的时候 其中他一共是打成了1比4 这样一个大比分输掉了 更加值得一提的是 那么面对波尔呢 他在前面的三局比赛 直接被对手打了一个3比0的大比分 作为我们国兵的黑马选手 没想到呢在32强的比赛就被淘汰出局 周启豪呢本次的比赛那真的是打得很尴尬 因为呢他仅仅到了第四局比赛才一时过来 才把自身的状态呢发挥出来 扮回了一局让而很一看 到了最终的第五局比赛呢 依旧是被波尔4比1给击败了 周启豪呢本次的比赛 他是作为我们男子乒乓球队在下半区 唯一的一名选手 他是一个人独占这一个半区的 没想到如今啊被淘汰出局了 这就意味着我们国拼剩下来的4名选手呢 在上半区啊 那么要很努力去包廊上半区的一个比赛胜利才行吧 而最终呢进入到决赛当中呢 很有可能是反正动啊 那么接着呢咱们再来了解到 波尔他为什么能够击败周启豪啊 而周启豪本次比赛失利的原因到底是为什么 其中呢有一个关键点 那就是他太嫩了 说白了经验不足 打法跟战术层面呢 对比起这名40岁的老将啊 那么周启豪啊还是差了很多了 毕竟呢他去参加国际大赛的机会比较少 而且之前WTT的常规赛当中 他也是遭遇到了暴冷出局的 豪在后面的林高远 在双打比赛把他给拉了回来 拿到双打冠军而已 杨娥呢直到如今 周启豪他在国际赛场上 被波尔给横扫了之后 这就意味着我们国拼的这一名黑马选手 他虽然说在国内的比赛 打得很出色很精彩 但是你去到国际的赛场上 真的只能用四个字来形容了 南康大用啊 另外呢他还有一个关键点 同样是输球的重要原因 那就是他的心态不稳 周启豪他在球场上 面对着波尔 同样呢他是在下半区 因为他是半区当中的独苗嘛 我们国拼下半区 除了他以外 就没有其他国拼的选手了 所以呢周启豪他的内心呢 压力就比较大 万一他输了怎么办 下半区不是要失手了吗 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 周启豪呢他个人的心态层面打得很不稳 尤其是一上来的前面三局比赛啊 那么他是被波尔给压制的实实的 很难找得到方旁的机会 而周启豪呢也因为太年轻 很少参加过国际大赛 那么如今啊被一汉淘汰出局了 这也验证了刘国梁他之前选人的时候 抗人的时候真的是没有选对人啊 毕竟周启豪他如今啊 哪怕说你要进入到16强或者8强的比赛 再爆冷出局 那还说的过去 你怎么说都是作为我们直通赛当中啊 击败了马龙跟房正东获得 当当冠军的黑马选手了 现在32强就被直接淘汰 所以呢周启豪他本次比赛的实力 也给了刘国梁很大的一个教训 下一次的比赛呢 哪怕说在国内的比拼当中 拿到了直通赛的冠军也好 模拟赛的冠军也好 但是你起码要经历过国际大赛的考验 才能说派你出去参加比赛 不然的话情况就像如今的这样 周启豪他分在了下班区 我们国拼唯一的选手被淘汰出去了 现在来看呢 那真的要引起访识了 那么大家对于周启豪啊 他被40岁的波尔给淘汰出去啊 你觉得刘国梁本次的安排 是不是一个很大的失误呢 欢迎做出你的点评啊 也欢迎大家给咱们的视频啊 点赞关注 感谢大家的认同 咱们下见